你好嗎 這一星期叫我們的Power of Learning 我介紹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叫做 《12 Rules for Life》 作者叫做Jordan Peterson Jordan Peterson是一個psychologist 他在University of Toronto 是做一個教授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Facebook看到他這段影片 這個人非常有趣 非常之有爭議性的 就是他的psychology 好 那我就買了這本書 我看看有幾個論點是非常我認同的 和我怎樣看這個世界很相似 我想在《12條例》來說 和你分享三個 第一個就是《2條例》 它說 為何我們為何達到目標呢 或者我們為何做人沒有那個熱情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看不起自己 但是如果在你面前有一個人 你是很真誠你想幫他 是很值得幫的 你就用這個心情幫你自己 是不是整件事很不同了 你會覺得原來你是要幫助這個人 但是如果你用同一個方法 或者感受來幫你自己 你就會有一個責任義務來幫你自己 勢死不辭那種感覺 這個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你身邊的人是這麼需要幫的 用同一個感受來幫你自己 你會發覺是會在肉緊很多的 這個人有什麼需要幫忙 問問自己 自己有什麼需要幫忙 有什麼你可以幫這個人做到的 你就可以成就一切 我很喜歡《2條例》這個 你真的為你著想的 真的為你著想的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我們身邊很多 我們叫了一些走肉朋友 又或者一些很表面的朋友 每次坐在那裡說些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說的 說一下是非 說一下現在有沒有做些什麼 看什麼戲 穿什麼衣服 輕一些什麼 這件事不得肉的就行了 但是如果反過來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些朋友 他真的真心是幫你的 例如說這些朋友 他會挑戰你的 他會說 最近有沒有怎樣進步 有沒有看什麼需要 有沒有強迫自己進步 如果沒有就不行的 Brian 你這樣一輩子做人不行的 如果那些朋友有這樣跟你說 這些就是真正的朋友 不要那麼多走肉朋友 是不需要的 一兩個都嫌多的 找一些真正的朋友 他真的會為你著想的 最後一點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有十二點的 剛剛分享了第二第三 現在是第九點來的 第九點就是說 Assume that the person you are listening to might know something you don't 你跟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你要假設 他說的話 你是有些不知道的 但是現在我們往往反過來 有時候朋友說話 他還沒說完 你已經是 剪了 會截住 因為為什麼 你覺得你懂事 你什麼都懂 你大了 你很厲害 令到你很封閉 有什麼人是最不成功的 最不成功的人 就覺得自己什麼都成 為什麼跟別人的關係那麼差 因為別人說話 你覺得別人不需要說 因為別人所說話 你已經知道 這種性格是最差的 你會發覺 你會慢慢去到 那些朋友的最低層 因為你不學習 你以為自己懂 又或者你會在一個關係上 永遠都是最差 因為為什麼 你不讓別人跟你說話 你會有一個好奇心就是 或者這個人的背景 或者 他所說的話 我或者有一點點不知道 我或者在這個對話 我可以學到東西 心態就完全不同了 你一定要拿這個心態 要令到跟你說話有些人 覺得這個人很想跟我說話 很想跟聽我說話 很想了解他多一點 你就看到那個關係不同 而且你給別人的感受就不同 這就是分別 好嗎?一本好的書 所以下次你經過的書 記得買回這本書 《12 rules for life》 極力推薦這個 好嗎? 我們下一次的《Power of Learning》 再見